因为这部电影,胡慧终于赛凤遭遇了他们从影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受伤。 大家好!又到了为大家开发那些香港电影幕后拍摄议事的时间了。 或许很多人都看过《霸王花》和《皇家师姐》,这两大系列电影为华语电影做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发掘了杨子琼、杨丽精、李赛凤和大导游嘉丽等等后来红遍湘江的知名女大星。 他们用不惧危险,敢于拼搏的辛劳付出,生动地诠释了金国不让须眉的真正含义。 这些影片的成功,也带动了香港影坛纷纷开拍以女性为主的动作电影的风潮,这其中就包括了1990年由鲁俊谷指导的《猎魔群英》。 《猎魔群英》由万子良、吕梁伟、胡慧忠、李赛凤和陈惠民等人领衔主演,讲述了警方为剿灭以寒山为首的贩毒集团,试图通过猎魔行动将这些犯罪首脑一网打尽的故事。 看,《猎魔群英》的情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因为90年代出香港动作电影竞争格外激烈,导演们总会想尽办法弄出更加宏大、更惊心动魄的动作场面来吸引观众。 所以,《猎魔群英》的爆破场面也显得特别壮观,除了动用海陆空工具全部上阵之外,击把动作也是拳拳倒肉,出手显得格外卖力。 据说这部影片曾被引进内地,不过今天已经不好辨别此话的真伪了。 倘若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在好莱坞大片还离我们有些遥远的年代,这部《猎魔群英》必定会被很多人视为是大制作了。 当时的香港电影圈就是这么残酷,既然决定了要做武打演员,人们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对你怜香惜玉。 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高要求,所以也会导致女演员们在拍摄这一场场危险的动作戏时不可避免地挂了踩。 比如杨子琼在拍阿金的时候从三十多米高的墙上摔下来导致肋骨骨折,杨丽精也遇到过因为威亚断裂而从高中摔下险些丧命,走打女路线的梁称也曾因拍影子敌人被烧伤手臂。 而李赛凤、胡慧中则在《猎魔群鹰》中遇到了他们从影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受伤。 事故发生在电影最后一场戏的拍摄过程中。 剧本的设定是这样的,大反派吴振宇在走投无路之际,便引爆煤气罐自尽,而吕良伟、胡慧中,李赛凤则需集体跳出窗外求生。 据李赛凤回忆说,为了赶拍爆炸场面,本来是让龙虎舞师去替我们的,不巧他们工作时间到点了,导演便让他们先收工,改为我们演员自己上。 从表面看上去,电影里的TA们倒是成功地脱离险境了,但在实际拍摄中,控制炸点的工作人员看到吕良伟跳出后,误以为其他的演员也跳出来了,于是便触发了爆炸。 从电影片段中不难看出,吕良伟率先跳出了火海,而胡慧中和李赛凤则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火焰灼烧。 左行吕良伟最后并无大碍,但胡慧中和李赛凤却因为这场戏造成了二级烧伤。 为此,影片随后还打出了向几位演员致敬,致歉的字幕。 关于这次受伤,李赛凤还曾在个人博客里写下了更多的受伤细节,他这样回忆道。 我记得当我从二楼跳出时,国仪抢先从我后面扑过,我再把空中闻到头发的较味,跳下地使我看到我的手指已像广东茶楼卖的炸鸡爪一样,都被炸得皮胀肉离了。 这时心想,这次不妙了,出事了。 当时最近的医院是法国医院,送去二医院竟不收我们,说我们应要去伊丽莎白医院才对,总值折腾一轮才送进医院。 在医院里的急救室,护士把我的衣服剪开,涂了些药,后来决定把我们送去养合医院。 我们属于二级烧伤,医生说最要紧便是不要让伤口感染细菌。 故每天帮我们洗伤口后便涂上厚厚的膏药。 等第三天后我终于可以下床了,看到镜子里的我,竟把我吓一跳了。 在厕所里的镜子看到我自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脸一种的像猪头一样。 整个样子都歪了,像猪唇的嘴,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眉毛眼睫毛都烧掉一部分,烧伤脸的部分香得裂的一坑坑状。 我这时才开始担心将来伤愈之后,我的脸会否有疤痕。 这是米赛凤受伤入院后的照片。 这是米赛凤受伤入院后的照片。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吴慧忠和李赛凤恢复的情况都很不错,脸部没有一下太明显的伤痕,动人的美貌又被还原了。 伤患康复后没多久,他们又立马投入工作了。 有很多人问过我,以前的港片为什么那么精彩,我想除了有那些幕后工作人员不遗余力地为电影做出努力之外,这些演员们的敬业精神也成就了香港电影的巅峰。 真正的荣誉,并不会来得那么轻易。